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因為我負責的部分是台南、高雄、屏東 那這次的風災 確確實實造成非常之多老百姓 水深火熱 不曉得如何去處理 淹水的淹水 風很大的 把房子拆掉的是拆掉 但是我在這裡 倚重心長的 還是要呼籲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 千萬救災不要有政黨之色彩 所以很簡單 我舉例像高雄 他很簡單 我們陳市長 沒有公開之行程 那事實上自己在鳳山來勘災 那這代表什麼 就代表他自己沒有公開行程 或許就會有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在那邊關心 可是連這些勘災都要有顏色 這代表什麼 就代表不是一個父母觀應有的態度 所以啊 有感而發 我們高雄很慘 台南也很慘 但是屏東更慘 所以從這裡啊 我還是真的要呼籲 救災千萬 不要去分顏色 還有另外一個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賴總統 你在花蓮在做報告的時候 你只有單單看了數據以後 問了連續問了八次 到底是多少人 完了以後 你卓院長 在整個報告的過程當中 你還稱讚 你還稱讚 我們陳市長 人數對得非常精準 請問一下 從上至總統 下至市長 包括行政院長 都有這種 勘災 關心災情 都有顏色 所以台灣民眾黨 真的有時候看不過去 在這裡的部分 我要把這個問題 凸顯出來 台灣民眾黨 我們是一個物質 哪邊有災情 不管什麼顏色 我們都要去關心 所以我是覺得我要呼籲啊 賴總統 卓院長 陳市長 或者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 真的 勘災 已經 受災戶已經夠可憐的 千萬不要有顏色之分 這是我特別 跟我們媒體朋友 來做一個正確的一個 那個投訴 所以我在這裡啊 還是呼籲 執政的民進黨 真的 救災 不要有顏色 因為 台灣 南部地區 或 花蓮地區 通通 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以 受災 是同樣的 心情 也是同樣的 所以 你是一個父母官 應該要盡到 幫忙 市民 幫忙 縣民的 這些一個責任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 拜託執政的民進黨 不要 救災也分顏色 能否 這個人 要不怕 受災 你 的 你 不怕 會 你 遇到 這個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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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